至少7个香港人月初在内地发生交通意外 造成四死三伤 政府回应查询的时候证实接到内地的通报 有立法议员认为 政府应该主动公布 港人在内地涉及伤亡的意外 政府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 卓越办月初接获福州市当局通知 一个香港居民在当地驾驶车的时候 发生交通意外 司机受轻伤 但车上4个香港乘客死亡 那个港人司机正在当地接受调查 另外入境处今个月初也获释 两个香港人在云南乡隔离拉市发生交通意外 一个已经出院 另一个情况稳定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政府应该主动公布这些事故 可能那个成因都是一个重要的 因为正如我们了解 比如这两种意外里面 事物是自家有的 未来里面香港随着港车北上 越来越多我们香港的车上去 隔天驾车上去 及时主动去公布有关的意外 不单是令社会有知识权 另一方面都有提醒的作用 避免有关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保安局前局长立法会议员黎洞国秀说 关注部门有没有足够人手 以前很多的事件就是由于 港人是参加旅行团 他在外地发生了一些交通意外 引致到那个受伤 或者不幸死亡的数字是大的 而入境署也都要通过这些公布 去帮忙接触死伤者的家属 他们也认同政府驻内地办事处要加强宣传 让港人在内地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知道如何联络处方求助 无线司机就是一流进入不到